看Poke了,Scout之妹再來一炮 感覺這部領袖有機會,對你應該說是 有機會有機會,這核桃線空起來很關鍵 拉出來,Gala這邊綠白刀也很舒服 這個感覺你必須要打,用他能打招把他們趕走,拼城也行 你就要拼城了 看起來是拼城了這位置 他已經沒血了,他一個半血,應該拼城 他這個位置安娜,先插安娜嗎? 但是有劍魔啊 劍魔之妹讓後了 哇,為什麼一殺不掉 可以啊!周四之妹 進不下去啊,劍魔一個人砍雙C去了 不是,而且為什麼這部Sky 不是,這部隊友呢? Sky跟Tazan在上面 保著雙C打呀,打前排啊不是 感覺兩個雙C分開戰 哇,這是什麼呀 Tazan跟Zhk的位置也很奇怪,GG這麼 不是,TazanSky保著雙C打嗎?不是的 你雙C這個發育一直等著雙C發育 呃,其實我講一點嘛 我觉得葛温这个英雄就不能选 因为他这个英雄的强度 现在就这样 并且你也发现了 就是他要反补团队 但是反补团队 为什么你不用鳄鱼反补 你用一个发育型的大团 就是一两件套 那个时候还不到 你发力气的英雄去反补 你是一个发育型的后期大合 等于说你用上单拿了个后期大合 却少了在中期支援团队的这种属性 这个时候其实你 一定要去拿鳄鱼去撑中期 因为你下路 你会发现踢完这两场比赛 围着我们下路走 因为下路你拿了两场双远成了 第一把双远 第二把双远 我们被双远一直压 这个时候其实葛温就不能再选了 当然葛温他选得早 他是看了剑魔以后选了 对于自己他想C 他想拿一个后期 但实际上要鳄鱼 你必须要用鳄鱼 一剑套可取的时候 去撑中期节奏才行 你现在你看 他也打法上他有狠团队 想去反补 但你葛温这个英雄 你反补首先没有用 其次就是你真正到打团 剑魔在那门槛 葛温一两件套还要讲究时机 这一下就拉开了 这把有点像他选的是葛温 但是他的玩法是有点像鳄鱼 对玩得像鳄鱼 对玩得像鳄鱼 对 你选了葛温但是玩得像鳄鱼 这问题不是已经上嘴点了 说实话 他在这什么 急了急了 大爷 下把葛温绝对不能再选 而且我觉得下把李宁 肯定还是会选蓝色 对吧 因为如果这把输了的话 他们应该还是会选蓝色 如果PP跟这把一谋一样的话 确实可能会被3米T 我感觉红色 我觉得可以尝试红色 真的 因为他那个 不不不散 你想想 就是我们是 是要下路C的一个体系 但是我们把把下路 被人家拿强线去 然后我们还没有围绕下路 我上路又选个发育 一个后期局 所以说要选红色 因为红色的话 你Counterway可以给那个LNG的下路 T1这下路拿Counterway的话 他就是能被Counter 就是能CounterLNG下路 那好像李宁这个队伍 Counterway从来没有给过下路 好像都是 我记得好像都可以上 我们红色方没异 我们红色方其实为了C卡 但实际上C卡 能哪个鳄鱼回上去 这种东西就OK了 我们是不需要Counterway的 我们这把就是用蓝色方 稳稳当当 让下路玩的师傅不被压制 如果被压制 就逮着对方下路突破 你双远压我 我就揍你 上路拿一个万金油英雄 能够中期提供控制伤害的 鳄鱼这种完美角色 你建模又打得这么装 把把出木刃 我鳄鱼可血 我团队不比你厉害 我不比一个葛温厉害 对吧 你打得这么装 你把把不认 我一个科学和有团队 能不能比你厉害 我说实话 我这么说 感觉就是有点 不太好 但是我就提问说实话 不把那个李宁当然打 因为我觉得这个版本 能选个寒冰辅助 寒冰辅助是不是第一次选的 好像没选过吧 对吧 能选个寒冰辅助 有打VD吧 对啊 寒冰辅助 应该是第一次选 而且是双重人来打 而建模确实 爸爸能这样子先做 我觉得挺离谱 而且是武器啊 什么鳄鱼啊 鬼山都在的情况下 现在格温先交易 手精神啊 我们是阵型很差的 干啦 现在完全上不来的 我们阵型已经被隔断了 必须赶紧从下路绕过来 不能走河道了 你必须现在从下路绕过来 从下路往河道进 慈卡的位置其实还是不行 他还想从侧翼去找事情 但是你好 你的位置要被盯住了 必须这两个人从下路绕过来 别再投铁了 对 先来到下路 然后跟AD会合 现在我们选择 主动的分散我们的阵型 这是兵家大计 我们要被拦腰截断了 你们在干嘛 我们现在阵型是708落的 你们在干嘛呀 我的天哪 LNG你醒醒啊 退下退下 这波拉起来还可以 不可以 他刚才差一点点 我们就被拦腰截断了 其实我觉得我那是不敢开 他可能是因为等寒冰大招 他们应该想等寒冰大招 用寒冰大招牵手 但是斯卡的这个 不是 对呀 我知道 我知道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斯卡跟寒冰是绑冰的 确实 确实 他们俩上伏 他们俩上伏上伏 哎 还就是干嘛 还就是 哎 不是 不是 完了 是 完了 斯卡的 没了 就是 我的天哪 我们这个简直不能用拖劫来形容了 就是简直是列车拖轨了 这种拖劫 感觉两个新人说实话 到了那个世界赛也是 没思路了感觉 第一次打世界赛感觉 不知道是有点紧张还是什么 感觉是不会玩游戏了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为什么一直在绑定在一起啊 你们两个轻松的吗 哥哥不是 为什么斯卡跟杭一直在一起 然后 导致 噢费都是跟这个杰斯 是没有输出环境啊 感觉整个把都是 嘎拉自己在玩 是真的一个人在玩 嘎拉自己在玩 那这样不如给嘎拉EC呢 那这样不如选EC啊 嘎拉感觉这两版被玩起来 上次对我小龙团也是 这个团也是 都是板准在一起 没有 他这个效能 从来没有一起过啊 我们还打恋爱吗 我已经忙了 我已经忙了 我说实话 嗯